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來到台北市廣州街八項七號的重溪老麵 那這間麵店在網路上是非常知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有注意事項要稍微看一下 這邊是他們的公告跟營業時間 那地址就在這裡 登記的話就是在這邊 那用餐區非常的小 就只有六個座位 好像是蠻小的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菜單 好,那我就決定要點這個隱藏版的 松露 松露基濃白湯老麵 好,那我要那個隱藏版的 重複一下,一個限量版的湯麵Q彈加麵 要先給你收380個 好,謝謝 那我們乾杯現煎的話會稍等一下 好 那 今天早午餐就併著一起吃 這樣比較不會花太多 那可以請問一下這一鍋是什麼嗎? 是雞湯嗎? 這個是我們每天限量版的野菜燉飯 喔,野菜燉飯 對對對 這樣 那可以請問這間店已經開多久了嗎? 差不多兩年 兩年 好,了解 謝謝 那現在就是蝦麵 歡迎做一下介紹 我們蒜頭酥是搭配麵吃 提升麵的口感 櫻花蝦餃是搭配湯 而提升湯的風味 今天一開始先吃原味 吃到一半再幫我夾櫻花蝦和蒜頭吃 有吃到的話 我們左右兩邊都有提供我們自製的辣椒可以使用 謝謝 好,那剛剛師傅說的就是這一個 櫻花蝦跟蒜頭酥 好,那個用餐具的上面還有日本的 應該是葡萊麵具 好,那這個是我 那個隱藏版的 要煎干貝 很好吃 隨便拍一下 這是別桌的 然後吃湯麵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快要好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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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頭我就覺得有90分喔 然後等一下會把那個蒜片跟那個櫻花蝦的調料都加進去 湯頭原味的就蠻乾甜的 那我盡力啦 因為他的桌子太小我腳架站不下 我只能用外面的椅子兩張併起來喔 然後這樣蹲著吃給各位看 不然那個面的話我是沒有辦法正面這樣拍的喔 那現在吃吃看 剛剛那個桌料我都加進去了 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湯頭很濃喔 就是他們標榜他們湯頭就是雞高湯 然後這個是糖心蛋 嗯好吃 他們這個辣椒醬是有 應該說是有這個花椒的成分 有點麻辣的 好那這個干貝很厚實喔 好現在吃吃看 嗯好吃 然後干貝很甘甜 好麵就是這個日式的黃捲麵 好麵就是吃起來很Q彈 然後湯頭很濃郁高雅 算是好吃的麵喔 它這黑黑的就是松露醬吧 但是吃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就可能比較接近真實的松露吧 剛剛我腳散開這邊這一帶 味道比較濃 有一個香味 有一個菇類的香味 但是不是很濃郁 好這個是他們的應該是雞肉吧 看起來還蠻軟嫩的 嗯是雞肉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點的這個麵是加麵的 所以它的量比較多 然後湯頭的話就是 有雞湯的香味 跟這個蔬菜的香味在一起 我覺得還算蠻好吃的麵喔 然後也還蠻大碗的 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還不錯 它裡面的座位數不多 所以要是可能要 剛開店來吃 會比較 不會 排隊排太久 那高麗菜也還不錯 好吃起來蠻乾淨的 好380這樣我覺得還OK 然後分數的話我覺得是 85分 稍微貴一點 但是口味還不錯 可以來吃吃看 蠻特別的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吃的 限量版的 它上面寫的是用 嚴選北海道生食級干貝 義大利黑松露醬 義大利松露粉 跟自蒜味奶油 然後它這個是 每天限10份 我覺得口味還不錯 門口這個蔬還蠻特別的 蔬還是拌麵的 應該是拌麵的吧 然後就 小小的七張桌子 好那最後這個是他們的名片 看起來還蠻精緻的 從西老麵 那如果說我前面有口誤的話 順便更正一下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反正他們的店名叫 從西老麵 那地址在台北市廣州街 八項七號 那可能覺得限量版的 口味還蠻不錯的 可以吃吃看 因為平常的就常吃到 限量版是 它每一次限量版都會不一樣 然後個人覺得 我這次吃的松露雞湯麵 感覺蠻豐富的 雖然松露味道感覺是 輕輕的 但是雞湯的味道 跟那個麵 很搭配 好吃起來很好吃 然後辣椒醬的話 就是帶著個輕柔的花椒香氣 蠻不錯的 然後也不會很辣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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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